你看那个在河北 我跟大家最后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很精彩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韩中阴 有没有听过 这个韩中阴 他的肾已经烂掉了 韩中阴这个人 你看这个图片 你看他的气色 长得不错 能够站起来 你想一想 这个肾脏坏了 可不可以再生 医学给我们答案 是不可能的 人家肾已经烂掉了 怎么能够长出来呢 但是在河北这一带 韩中阴就是一个例子 你想一想 一个人如果肾脏烂掉了 那个很辛苦的 就算虽然现在的医学已经发达了 现在的医学发达可以换肾 但是圣员的难求 而且价钱不是这么很便宜 那个费用 很贵的 而且排役服用 寻常人 那你承担这个负担 也不是每个人适合啊 但是 韩中阴呢 他有一个很 契机啊 他得这个肾 坏掉了 躺在这个床上 动也不动 天天痛得不得了 你想一想 你看过那个人家 那个得圣病的人 你想一想 那个很辛苦 但是啊 韩中阴啊 他小的时候呢 他跟他的奶奶跟爷爷呢 曾经啊 常常拜观世音菩萨 痛得不得了的时候呢 很辛苦啊 动不动啊 动也不动啊 很辛苦在这个生活里面 他突然间想起啊 观世音菩萨 就喊这个观世音菩萨 喊了三天 他告诉观世音菩萨 我在床上啊 一动也不能动 我很辛苦 你就救我吧 求观世音菩萨 喊了三天 所以啊 这个事情啊 关键在你相信不相信而已 喊了三天哦 那有一天呢 喊中阴啊 梦见了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来告诉他 喊中阴呢 就告诉菩萨 他说啊 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 我这个生病这么严重 你不管我呢 你为什么不帮助我呢 他告诉观世音菩萨 你想一想哦 观世音菩萨就告诉了 这个喊中阴一句话 这个喊中阴一句话 你的罪业太大了 你的众业啊 这个众业啊 轻爆 而且你要赶快念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告诉喊中阴哦 在梦中里面哦 你的罪业很重 所以你现在赶快念阿弥陀 但是喊中阴呢 就告诉观世音菩萨 我很疼啊 疼到什么程度 疼到念不出来啊 喊中阴告诉观世音菩萨 然后观世音菩萨 告诉喊中阴 疼也要念 不要找借口 人很会找借口 哎呀我很忙啊 我要赚钱 我要上班 我要怎么样 我要如何 这个喊中阴啊 这个观世音菩萨 就告诉喊句子 你疼 你痛 你也要念 而且每一天 最少要念多少 六千五 六千生 六千生哦 而且呢 观世音菩萨 又告诉喊中阴 以后不能再吃肉了 病好了 要询养念佛 劝人家相信念佛法 这个观世音菩萨 告诉喊中阴的哦 你想一想哎 那个病人啊 躺在这个床上啊 动也不动 很辛苦 哎观世音菩萨 给他托梦哦 告诉他 你不能吃肉 你的罪业很重 你一天 你至少要念 六千生的佛号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雪梨 我们的博士 金钟学位的统修 你们一天的功课 有多少 有多少呢 哎呀师父啊 一天一百 太少了 一天至少五千啊 又把自己定功课啊 哦 你看那个 谎念祖老居士 一天十万生呢 你要定功课 一天五千 然后观世音菩萨啊 多次的给他托梦 不仅仅劝他念佛 也叫他 死在日 要受八观再结 死在日 是在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这个地藏本院经里面 佛告诉我们 死在日 你要受八观再结 没想到 天天念佛 他用什么方法来计算呢 用意米 意米啊 放在这个碗 然后呢 念一句阿弥陀佛 把这个意米拿出来 就等于啊 计算机了 念一句阿弥陀佛 拿出来 念一句阿弥陀佛 拿出来 念一句阿弥陀佛 念出来 把他那个意米啊 已经念光了 又把这个意米装进去 天天就是这样做 你想一想 没想到十五年 他的身体慢慢的恢复 以前没办法走路 现在可以走路 又能够上厕所 又能够种地 又会做种种的一些功课 做一些种种的事情 所以把这个河北这一带 让大家 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贡献 让一切众生 能够对这句名号的功德 不可思议 产生的神性 他度了很多人 经过了十五年 又给这个医生去检查的时候 医生的当地 曾经来检查他的病 看了这一点的事情 惊讶了一次 在这个世上 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太神奇了 这个肾已经烂掉了 还能够长新的出来 你想一想 经过已经五十多年了 五十多年了 现在还在 你想一想 如果一个人得神障 有问题的 这个距离死亡已经不远了 但是你看 活的 五十多年了 到现在还在 最尊敬的 最同修大德 不要想病 不要胡思乱想 念佛的时候 把你的 记忆力 你的精神 集中在这句名号 要这样想 这个 简单为大家 把这个故事 和中音这个 念佛感应的故事 为大家 一个启发 你要相信 这句名号 真的功德不可适宜的